你好 欢迎收看2月5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旅会 下个清晰就要过年了 往年环保署会将除夕前一周定为是国家勤劫州 而5号上午呢 华联县环保局在东大门夜市也举办了110年年终大扫除宣誓逝世大会 希望全民共同捡起衣袖将住家机关等领域在年前进行环境大扫除 扫掉去年的不如意来迎接新的一年 农历春节将至 环保署将除夕前一周定定为国家勤劫州 今年开始则更名为年终大扫除 5日上午 华联县环保局举行110年年终大扫除宣导逝世大会 包含13乡镇市 国军部队 民间团体等多达50个单位齐聚 宣誓在年结假期前 加强县内各处清洁与消毒 迎接返商游子与观光游客 今天是一个逝世大会 而每一个乡镇公所其实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大型废弃物的预约回收的部分 还有很多的各个社区也都开始在启动我们的环境清洁整洁的部分 春节假期不少游客会来到华联东大门夜市吃吃喝喝 夜市主委表示回家强落实防疫措施 做好5000人人流的管制 并呼吁大众垃圾不落地 我们每个月都有在固定的消毒啦 然后过年期间一定是会再加强 就是说我们里面在夜市里面有5000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管制 就请游客先暂停一下 出去多少再近的放行多少啦 也是保护大家摊商也保护各位游客 民众来消费没有戴口罩 如果没有戴口罩我们就立即请他戴上口罩 如果不配合就请他离开夜市 华联环保局也呼吁乡亲 可依各公所清洁队排定时间清除大型废弃家具或闲置物品 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损害 接着长方言华联市报导